有种直男叫林康熙 每次远儿发微博 她都想热评活该单身 林远儿在我们的印象里 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温柔可爱的女孩 虽然是女歌手出道 但是却很有模特的天分 就为韩国的少女风时尚女王 林远儿的风品一直在线 每次参加活动的穿搭 都是非常的时尚 总是可以在微博上看到林远儿 穿着好看的衣服 出现在活动上面 以前对林康熙还是不太熟悉 最多看了主条战之后 林更新也收获了无数的迷门 自称九亿少女的梦 可以说是非常厚脸皮了 林更新被网友亲切的称为林狗 经常自爆黑料 而且擅长段子 有时候会显得特别屌丝 之前林更新是跟林远儿有过合作的 所以两个人非常的熟悉 于是林更新经常会在林远儿的微博下面评论 每次都喜欢抢热评 这张图是林远儿参加活动的照片 但是林更新的关注点 竟然是远儿头上的毛绒帽子 大家都知道 国外的人是不过中秋节的 中秋节属于我们国内的节日 林远儿因为曾经在中国发展 所以在微博上晒出了 自己用橡皮泥做的月饼 但是林更新却在下面评论 橡皮泥是不可以吃的哟 最后一张图片是林远儿戴着一个眼镜 而林更新确实关注 人家是不是近视了 恐怕这就是传说中的直男角度吧 每个评论都透露着单身汪的气息 这大概就是他一直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吧